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 如何用python播放mp3 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GUI界面里面实现了这个文字到语音的转换 并且实现了这个视听的这个功能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继续完善我们的这个小麦听书的这么一个项目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 那我们要学些什么内容 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一个云合成参数的这个调节 因为我们前几次课呢都是使用它这个默认的参数进行合成 也就是说默认的女生啊 然后语速语调还有音量都是5 但是呢 百度提供了这个云合成的它参数是可以在0到9之间调节的 所以呢我们就从我们这个GUI界面中进行调节 调节之后呢 我们要对比一下不同的这个参数合成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试听了 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来看一下 语音合成参数的这个调节主要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处理我们相应的这个空间这个操管数 第二个部分就是将这个参数写入URL 当然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 调用这个API访问了 但是这个应该不属于参数调节的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没有写到这个PPT上 那么我们 参数呢 一共分成这个可调的 就分成这三个部分 一个是音调 音调呢它主要是讲这个变声 但是它变声是指在同一个性格下变声 因为这个TTS它是提供男声或者女声的 你变声的话不可能从男声直接变到女声 它是在这个男性发音的这个范围内 比如说可能有时候声音坚硬一点 有时候声音柔和一点 这样变来变去 然后是音量 音量这个都很理解的声大声小 然后就是语速 语速呢主要是说这个声化快慢 也就是说 它是以每分钟多少字来记的 一般的默认是每分钟200字左右 如果你调快点 然后它就每分钟说的多一些 就是间隔小了一些 就是这个意思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TY改变这个合成的参数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这个工程 好 稍稍等它一会儿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 额 GUI的这个类 好 因为有一些变量的话 要作为这个 类的这个私有变量 好 这是我们的上次课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这次课呢 首先运行一下 我们这次课主要是对这一个部分 还有男生女生的这个部分进行调节 那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redo button 这一部分 点击之后它会有一个 未实现的错误 我们直接点过来定位过来 OK 那么当这个redo button出发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操作 就是 改变这个发生人 那么我们记得这边是 get的方式访问的时候是有一个发生人 这是默认的 那么他这发生人是 PER 所以我们呢就 在我们这个类的最 开始的这个部分 写上PER 默认是 女生 那就给他一个默认值 这是女生 然后呢 还有这个 音调 好 音调也是在这里 那么 音调这个部分 音调这个部分 是PIT 这个值 我们就用这个 他自己定义的这个值 这个变量名作为这个定义 PIT PIT 他默认是5 我们就给他复制5 然后还有这个 语速 语速在这里 语速呢 这边是 sid sd 好 我们也定义一个 他默认的是5 那么我们还是用5 那么剩下的是什么了呢 VOL 音量 音量 音量的默认也是5 好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项 嗯 怎么样改变他的这个 发声人 好 我们先定位到这个地方 把这行取消掉 好 如果 这个radioButton2 Clicked 那么 相当于是选择了女生 那么就是self.per 女生应该是0 把这个叫-0 好 那么如果是男生呢 就是上面这一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per 复制为1 好 看一下啊 1为男生 0为女生 默认为女生 这没有问题 好 那么如此实现之后呢 因为我们 这个修改之后呢 要反映到这个URL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URL里面 加上这么一句 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吧 顺序的话 它是在cuid后面 加上这些参数 好 那么cuid是在这 cpttoken 所以我们在中间把它断开 好 这边呢 加上这个 还是要以字符传的形式添加 以上 我们第一个参数是这个per per per等于 然后这边还是 加上 self.per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构建完成了 我们尝试一下 默认是女生 我们现在来把它调成 先试一下女生吧 先调成男生吧 有个错看一下啊 这是需要string把它传递了一个整数的 我们下面把这个改一下 不好意思 这些都应该是string 而不是整形 OK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操函数里面也是一样的 要把它改成 要把它改成 string类型的 实验一下男生 你好百度语音 好 那么再把它变回女生 你好百度语音 OK 那么这个操作就算完成了 这个调节发声人 好 我们下面再看这个音调 找到音调的这个位置 音调呢 它是一个连续可调的量 那么不仅值是1 所以我们先 把这个 value打印出来 看一下 value打印出来 看一下 OK 往小调是4321 往大了调是56789 在下面摸到大家看不看到 好 那么这样调了之后呢 value我们可以获得到 但是呢我们要调的是这个 pint这个值 所以呢我们 还是要用这个 直接value这样行不行 肯定不行 因为它是要自负串的 所以把它转化过来 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个 uil里面再加一句 嗯 加上这个 余生 pint 等于 然后self.pit 这边加个加号 记得把这个uil 补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默认的声音 嗯 那我们就调到男声 然后语调是默认的 我们把它 变小一点 变成3 你好百度语音 好 听出变化来了吗 再小 你好百度语音 这是有变化了 你别跌到0 你好百度语音 那往大了调 你好百度语音 好 这个声音变得有点尖了 你好百度语音 好我们换成女声 你好百度语音 看这个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萌妹子 你好百度语音 你好百度语音 女声是比男声要好听一些 你好百度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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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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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